郭台铭的回国民党 是国民党应该可以事先预料到 但是你既然事先预料到这个现况 你确不去解决的时候 那当然大家都会有意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执着的主讲人张有话 现在台湾非常流行政治声望的调查 这个政治声望的调查 它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 由强到摔 由心到亡 就是说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政治声量 他的政治声量 每天都有变化 从郭台铭宣布参选 2月14号 到了今天2月17号 短短的三天 郭台铭的负面声量 高达七成 正面声量只有三成 我们不谈郭台铭的负面声量 我们来谈 国民党的负面声量 连带的受到了影响 各位回想一下 2022年 选举前 国民党的声量 是超过了民进党非常的多 那这些 我在网络平台跟视频 我都讲过 就是 民进党崩溃 以次必然 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当中 我可以精准的算出 每一个县市的协会 跟他的得票数 跟得票率 就是因为这些声量的存在 然后再配合 实际走访基层 问装脚 我就知道选举的结果 这一次 我们可以说 跌破眼镜 为什么跌破眼镜 各位看看 11月26号 从11月26号开始算起 到现在 我们就说是 三个月吧 三个月间 国民党的负面声量 完全出现 那更重要的是说 像包含蒋万安也好 包含张善政也好 包含侯友宜也好 包含卢秀燕也好 他们的声量是正面的 但是国民党的声量是负面的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选民是很公平的看待一件事 就是说 你这些县市长做的不错的 他们还是给你肯定 但是你这个党在 不能讲胡作非为 就是说当你这个党不作为 还笼罩在圣选希望当中 那选民会极其怨倦 因为觉得 这股势力好像又要班师回朝 所以国民党的负面声量 跟郭董回不回国民党 刚刚好 就跟黄珊珊跟陈时中的票员 是相互联动的 换句话说 选民现在已经要求国民党 尽速处理郭台铭的问题了 否则你的党的形象一旦下来 其他县市长纵然有能力 你拉抬国民党的声势 但是这种声势是虚假的 因为张善政也好 蒋万安侯友宜 卢秀燕 那这些声量不会灌到国民党 所以现在国民党他很麻烦的 就是说因为他负面声量的原动 对于开春第一站 就是南投县立委的补选 也连带的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 当郭台铭的负面声量 要高达七成的时候 你还把这件事情久拖不绝 除了久拖不绝 那幕后的动作 无论是郭台铭 无论是朱立伦 无论是黄建廷等 这一些人 还动作也是平平 那换句话说 这些人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 大家就是说物中看花 越看越花 我们可以这么说 郭台铭回国民党是道具 那国民党要不要开后门是悲剧 一个闹剧加上悲剧 就衬托出了民进党的喜剧 这句话我讲的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搞过选举的人通通知道 选举只有一个戾气 叫做勇往直前 碰到问题迅速解决 但是国民党为什么他要拖 说要等难投选举完 你还是说等侯友仪表态 等等这一些 这一些都是个人因素 不是党的因素 党的因素就是要定立 公平公正公开的一套游戏规则 而不是黑项作业 从11月26号到了今天三个月 你这个规则 应该寒假作业你都写完了 但是他说寒假还没有结束 我要继续放假 那继续放假你也可以 我们必须说了 郭台铭的回国民党 是国民党应该可以事先预料到 但是你既然事先预料到 这个现况 你却不去解决的时候 那当然大家都会有意见 那其中各位有没有发现 国民党现在内部的骚动不安 是有另外一股劝劲声 劝劲朱立伦 那当然朱立伦对于所谓的一步登天 一步之遥 他当然他也会心动 可是形势比人强 朱立伦 他的民调 我再讲一遍 纵然是侯朱沛 或者是郭朱沛 他完全胜不了赖萧沛 这里面就是朱立伦的角色 是非常的尴尬 那你与其如此 你何不在国民党留下历史定位 不必要斤斤计较于 你是否要参选 你是否要仰望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大家对你的所作所为 会越来越怀疑 所以我们看郭台铭的网络声量 负面声量高达七成 连带的影响了国民党的提名作业 可以这么说 朱立伦再不解决这件事情 国民党将得不偿失 连带的颇及到母鸡跟小鸡 中文字党 though 中文字党计判 连带的力量 可以穿过去 中文字党的改变 一点点 可信